11月17号Tenicia Hospice正式宣誓就职 接下哈维斯县行政书记官的职务 并将继续执行Dianne Trudeman到2022年未完成的任期 2020年5月 该县行政书记官Dianne Trudeman因健康考量辞去职务 当时由Chris Hollings被临时任命接下行政书记官工作 肩负起完成政党决选及11月3号总统大选的任务 11月17号该县完成了所有开票结果后 Tenicia Hospice获得了足够票数 正式成为该县行政书记官 并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 仪式上他向所有支持他的选民表达谢意 并表示虽然哈瑞斯县选举部门在他就职的同一天 也正式独立成为一个独立单位 但他还是会将结婚证书 出生及死亡证明 工商企业登记等所属服务范围的工作正常运作 最后他希望在上任第一年能办一场大型活动 各自从本озд达尼征的内随 感谢观看